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红树林萧萧主播新闻,我是张舒婷 在过去的十年,平均每年有十万只的流浪动物在收容所被安乐死 直到去年十二月进行修法 预计在二零一七年,做到让流浪动物临安乐死 现在新北市在抢在今年三月开始实行 还推出工作犬的训练计划,让流浪犬有更多的机会 现在就透过镜头来看看三只动物之家的可爱小狗 为了不让流浪动物被安乐死 新北市动宝处从今年三月开始推广林安乐政策 而在三只深山里的这一座新北市立动物之家 里头有66只的小狗 被暂时安置在这里 因为新北市现在推出林安乐政策 让这些狗狗不用被判死刑 但是这个安置所也不是狗狗最终的家 其实他们都在等一个爱狗的主人 就是我们全只就是林安乐 在这里当然我们林安乐政策 我们会有配套措施 我们总共有八项的配套措施 例如说我们可以就是真 我们在三只动物之家这里最重要的就是做特色训练 我们把每一只进来的狗 经过不一定时间 因为有一些狗它可能一个月就学会 有一些狗要三个月 它会比较长期就是因材施教 其实来到了动物之家 这里的环境并不是像一般印象中的那样脏乱 而是有良好的通风与采光 而在这里并不会闻到浓厚的狗烧味 每一只小狗的住所都有编号 并且定期清理消毒 就是要给狗狗有一个更干净的房间 而眼前的工作人渊正在为小狗洗澡 他说帮狗狗洗澡 首先要先建立他们对人类的信任 走的时候你要这样亲近他 他不肯 他不要 对啊 他跟你还不熟的时候 他怎么要让你这样靠近 所以你知道花多久时间要跟狗狗建立感情 一只狗刚进来的时候 其实不一定 有时候一两个礼拜很快 有这要几个月 他如果在外面有被 被民众 就是可能有被阻止打过那种 那种的话可能要花更长的时间 从今年三月开始 新北市的九个收容所 不再将健康的小狗进行安乐死 而为了降低收容压力 在三只动物之家这里 有一套非常细致的训练计划 能够让完全不敢亲近人类的流浪犬 变得友善听话 像我们这些基本的就是有做挂钩训练 让每一只犬只都能习惯挂钩 习惯牵绳 然后如果你民众任养他回家之后 就可以带着他去散步 回家你只要有一个挂钩的点 可以挂在你们家的阳台 或者是在门口 可以做一个帮我们做一个警卫 跟保全的工作 他都可以协助我们居家的安全 谢医师会为狗狗套上项圈与牵绳 而每天两个小时 让他们先习惯脖子上有项圈 再轮流带到户外广场来定制 让他们慢慢的社会化 习惯人类 而曾经还有独居长者领养小狗来陪伴生活 其实这些狗狗都已经打过疫苗直入晶片 甚至都还帮大家训练好了 谢医师说 动物之家不再只是收容 而是转型成为训练基地 而这些经过训练的狗狗 可以当作陪伴犬 也可以是看守家门或者是工厂的工作犬 如果想养狗狗 这里可是有一群友善温和的毛宝贝 他们正